即时新闻综合报道,肯亚总统甘耶达与克鲁卡尼亚特昨28日在首都奈洛比奈洛比体育场宣誓就职,原本外界认为这能够让肯亚近几个月来备受争议的总统大选话下句点。 但今29天反对党领袖欧丁加瑞拉尔丁格仍不服输,表示自己将在12月12日以人民总统的身份宣誓就职。 综合外媒报道,欧丁加曾四度投入总统大选,但也苦吞四败。 欧丁加在8月8日的第一次选举中,认为选举舞弊和不公导致他失利,向法院提起选举无效之诉。 法院宣布在10月26日举行第二次选举,欧丁加拒绝参选,让甘耶达以98%的得票率高票当选。 但今天欧丁加仍不服选举结果,他向支持者说自己会选在12月12日的肯亚独立纪念日,以人民总统的身份宣誓就职。 欧丁加指出他已在8月8日的总统大选中胜选,因此没必要参与第二次选举,更没必要承认甘耶达是总统。 甘耶达在昨天的就职演说中承认,选举过程延长导致国家陷入分裂,也让这个东非最富裕的经济体成长减弱。 甘耶达更说他希望能够化解分歧并与反对派会谈,但欧丁加说如今谈团结不斥斥投降。